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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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电影之盟早晨 到了接近圣诞的时间 每一次的时间都是很开心 可以和大家一起去 有很多的聚餐 希望大家都在这段时间 多些约身边的朋友去吃饭 除了吃饭之外 也可以和他们去分享 这个圣诞的喜悦 和圣诞的意义 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有个祷告 亲爱的主 真是多谢你 今天的早晨 你真是带领我们 继续有敬拜 去服侍你的时间 以后来我们一同去看你的话语 主要求你与我们同在 你的圣灵感动我们 让我们在信息里面领受 并且愿意在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去活出来 主要求你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感恩祈祷奉 耶稣基督得圣之名祷告 Amen 12月斩眼眼就到了 下半年我们讲道就是讲 《士道行传》 已经差不多到尾声 明年我们有一个新的主题 按着《士道行传》的脈絡 我们来到第十三章 我也有提过 福音就是按着主的吩咐 由耶路撒冷的教会 已经传到外邦人的社区里面 在安提阿 他们已经建立了一间 由犹太人和外邦人 一个共融的教会 安提阿教会 在主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迅速成长 因为有一群有恩赐的弟兄姊妹 就像上次讲到 巴拉巴、蘇罗 他们做安慰教导的工作 所以教会就兼顾起来 成长起来 今天的经文 我们就是看安提阿教会 他们已经成为一间 做猜传的地方教会 他们猜派了巴拉巴和保罗去外邦 做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宣教旅程 今天看十三章一到十三节 内容的重点就是 他们的宣教是挺有组织 和之前是有点不同的 过往我们看到他们传福音 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外邦 都是因为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 主要是因为被政府和犹太教的人迫害 他们要逃难 门徒四散 然后福音 因为这样就慢慢传开了 所以一直以来 这帮门徒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计划 亦是谈不上什么策略 有什么系统 好像俗语那句就是 煮到来就吃了 这样就传福音 简单来说 就是比较被动 和组织是松散的 但这段经文就有点不同了 安提阿就以一个地方教会的名义 去做一个猜传的工作 他们由讨告开始 接着就领受圣灵的指示 然后就猜派巴拿巴和保罗 去做福音工作 他们是第一次去做这些宣教旅程 整个过程是有计划 一步一步来的 这个除了代表初代教会 这个安提阿的教会 在日渐成长之外 我认为最重要的 就是福音要传到外邦的旨意 在教会里面 是越来越清晰的一个仪仗 即是说 越来越多外邦人 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归到主的名下 以往 可能这条路 只是一条模糊不清的小径 但现在在神的带领之下 福音传到万邦的这条路 已经是非常明显 就好像我的大儿子Jacob 他近一两个月 他就开始要戴眼镜 很奇妙的 我回想起 我也是五六年班的时候 就开始要戴眼镜 他今年也是第五年班 他就说戴眼镜很有趣 因为戴眼镜和脱眼镜 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 他说戴眼镜 看的世界好像清楚一些 清晰一些 其实圣灵 就是比这班门徒 有一个更清晰的仪仗 他们就好像戴上了一个熟灵的眼镜 令到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 他们愿意向前再踏前一步 这个在九历史上很重要 巴拿巴和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程 其实只是由几个人开始 我们留意第一节 这里说 就是有五个人 这里说 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和称为尼杰的西面 鼓励内人路球 与希律分锋煌一起长大的马列和素鲁 首先就要介绍一下这个異仗的团队 这个宣教的核心团队 我们看到的人数一点也不多 就是五个人 素鲁和巴拿巴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所以不再多的介绍 他们每一个都被视为 是教会里面的先知或者教师 这个称为尼杰的西面 他是一个黑人 因为尼杰的意思就是黑人的意思 而鼓励内人路球 从名字去看 他是一个希腊或者拉丁裔的男子 所以一定不是犹太人 而马列这个领袖 特别提到他的背景 他是和昏凤凰希律一起长大的 即是说 马列这个人 他在当时有一个挺高的社会地位 相信他是一个出身名门望族 有财富有地位的人 而他信了主 也成为了宣教团队其中一个成员 这个团队人虽然少 但是我们看到在种族 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上 都是非常多元 十分不同 这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地方 他们有纯正的犹太人 就是好像巴拉巴、保罗 有希腊人、有黑人、有贵族、富有的人 其实细心去想 你是很难想象 神是招聚一帮这样的人 去开展一个全新的事工 就是说 那么不同背景的人 他们怎么谈得来呢 就算他们有共同的语言 都很难想象 他们平时是怎么去沟通 怎么去合作 因为他们的背景 他们以往成长的经历 一定是很不同的 我们可以尝试 从这个角度 去想象这个团队那时候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 在全方的工作里面 其实不一定是找几个 和自己种族身份相同的朋友去做 好像我们创业 要找一些同声同气的人开始 这个对我们来说 可能是人之常情 但在神的心意里面 往往就是颠覆我们这些所谓的常理 就好像我们所熟悉的Jonathan 王全道 他明年就会猜出去 做一间多种族、多语言的教会 他的核心团队都是像这样的 由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去组成 其实他这样做是有他的圣经基础的 这个第一次的宣教旅程 就是由这么少的人 他有着多元的社会背景 这个团队去开展 这个就让我们看到 在神的工作里面 首先不一定是靠多人 而背景和种族也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要留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是不是同心 他们是不是懂得在神面前去祷告 去寻求神的心意 第二节 这里说 他们在侍奉主和禁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素罗 去做我照他们做的工作 他们聚集一起 并不是先由一个集司会开始 而是侍奉主和禁食 侍奉主的意思 相信就是当他们在敬拜服侍的时候 他们就领受这个仪仗 而禁食就是指祈祷 一会儿会再详细去说 而就在这个时候 圣灵就跟他们说话 经文是形容 这五个人 他们专心一致去敬拜神 尋求神的心意 尋求圣灵在当下的子人 这个宣教团队就是这样去开始 他们之后就领受一个清晰的异象 就是源于他们去敬拜和祷告 其实做神的工作 就是要先尋求神 看来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也是圣经常常提到的一个讯息 但却是我们会经常忽略的一点 有时候我们开展一个工作 我们首先想是够不够钱 然后再想够不够人 如果要出去短宣或者宣教 只有五个人 可能我们想就会搞不定 一定是做不到的 但是如果我们退一步地想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我认为如果我们忽略了最基本的 去尋求神的心意这一点 不论我们有多少人 我们客观的环境是多好 甚至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 可能都未必可以成事 这样他们又如何尋求神的心意呢? 这里说到他们一同去侍奉和禁食 刚才说到 所以施封神就说他们在敬拜当中去领受 他们同心去敬拜 而在这里就有机会说一下禁食 禁食在圣经当中 往往就是和祷告是连在一起的 禁食其实就是指他们在禁食祈祷 这里十三章三节是直接用了禁食祈祷的字眼 所以禁食是为了祷告 是和祈祷连在一起 他们不吃东西的目的是为了祈祷 而不像我们现代人那样 我们专食减少几餐来做减肥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的人去禁食 他们是为了减肥 但是这五个人禁食 就是在祷告的环境当中进行的 而一同去禁食祈祷 其实已经显出了他们在主里 他们有一个合一的心 他们在认真地尋求神的心意 禁食祈祷是以色列人传统祈祷的方式 用禁食作为一个祈祷的方法 其实就是用身体作为一个祷告的媒介 用身体去说话 而不只是用口去做祷告 即是说禁食可以是一种向神祷告的语言 禁食的方式 禁食可以是全天都不吃东西 只是喝水去维持自己的生命 有时候是可以持续几天 甚至几个星期 摩西曾经为以色列人拜金牛毒 他拜偶像犯罪这件事 他就向神祷告禁食四十咒夜 祈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的罪 所以禁食是在回应一种很严重的处境才会做出的事情 是一种身体和灵魂统一地在上主面前一个祈求的方式 然而我们要谨记的是 禁食祈祷不是特别可以达到有果效的祈祷方法 即是禁食不是特别靓的 我们千万不要迷信禁食这种方法 举一个例子 当大卫是抢了人家的妻子 即是乌里亚的妻子 薩摩尔记下十二章的故事 然后还找人杀了乌里亚 所以犯下了一个离天的大罪 然后上帝藉着先知宣告他的爱子会生病离世 是因为罪的缘故 在那个时候大卫禁食 他谦卑苦福地去哀求神 但也无法动摇到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只要禁食祷告 就可以心上事成 就可以操控上帝 祷告是否按我们的心意成就 神要如何回应人的祈祷 这一切的主权永远都是在上帝的手里 而正确的金食祈祷 就像这五个领袖那样 我们看到这群教育的领袖 他们其实是更想渴望明白上帝的旨意 明白上帝在此时此刻 对这个群体有什么旨意 他们就选择用身体去祷告 这群人围着神的国度 围着福音的传让 他们就在那一天合一专注 不是以禁食为一个工具 是希望在神身上 可能得到身体健康和荣华富贵 反而他们是身体和心灵一致的行动 去领受这个异象 他们去实践耶稣 要将福音传到地极这个使命 这个才是禁食合而的动机 向上帝祷告 其实最终的目的 都是希望更加明白和了解神的心意 这群人就是这样去寻求 就是这样去领受圣灵的说话 去开展这个工作 巴拿巴和保罗的宣教旅程 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看到圣灵一如往上 都是做他的引导和带领 圣灵回应他们的祷告 清楚地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素罗 去做我照他们做的工作 就是说圣灵最后在五个人当中 再选择两个人 就是巴拿巴和素罗 只是猜派他们两个人 去行走这个宣教的旅程 就是说五个人都嫌多 但最后圣灵只是容许两个人去做宣教的工作 圣经里记载神的作为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我们记得在《施司记》 耶稣说叫基颠去打仗 都是嫌太多人 然后由二万二千人的军队 一直减到三百人 这样去打仗 一样是大获全盛 因为他要世人知道 以靠神方能成事 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 那里说 不以靠势力 不以靠才能 乃是以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我们在这里 又做一次看到神 是如何颠覆我们所谓的常理 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在头三节的经文 短短几句 已经给我们有很多提醒 也将开展一个福音事工的要素 表达出来 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去祷告 去寻求神的心意 五个人就开展了一次伟大的宣教旅程 可能我们的团契 一个组都不止五个人 有时候我们会想 可能人少就做不到 又或者资源不足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开展一些工作 其实如果我们有时候 看圣经里的记载 未必一定是 最重要的 反而是我们先要认真 在神面前去祷告和寻求 如果你想为神做一些事情 你应该学习 好像安提我教会那样 我们先找两三个有心的人 一同去祷告寻求 当神的心意显明的时候 事情就会发生 我自己是在香港的神学院毕业 就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毕业生 我们神学院 常常会跟同学说一个故事 就是神学院是如何建立的 初期建立神学院的 有一个异象 有一个想法 其实只是由四个人去开始 老师常常说他们是终神的四君子 这四个人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其实他们只是在费城的西民神学院 Westminster神学院 在读神学 就是说他们只是一个神学生 都未毕业 就已经说要建立一间神学院 按着常理去想 就一定不可能 觉得他们是在做梦 但是也是那句 要问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可能 而是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 最后 终神就是靠着这四个人 一步一步地开始 慢慢建立起来 五十年来 是不断地去做神的工作 我读神学的时候 老师常常用这个见证 去提醒我们 做神的工作 什么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来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群门徒 他们清晰地领受了神的旨意 当然 他们下一步就是信服 然后就是做差派的工作 第三节说 于是他们禁食讨告后 喀巴拿巴和素狼按手 然后派遣他们走了 这个 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按部就班的程序 有圣灵 有群体的印证 他们就出发了 就像现在我们去猜派宣教士一样 都是效法他们 但是 神同在 神的旨意已经显明了 是不是就代表他往后做的事情 就一帆封信呢 现在下来 我们看十三章四到八节 这里说 他们寄蒙圣灵差遣 就下到西楼基 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 到辽撒拉迷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宣讲神 也有约翰作他们的帮手 这个就是保罗巴拿巴他们传福音的方式 也是效法着主耶稣 就是先去犹太会堂讲道 然后再到外邦人的地方传福音 然后在六到八节就这么说 他们走遍传道直到拍佛 在那里遇见一个术士 犹太人的假先知 名叫巴耶稣 这个人 上和史求保罗省长在一起 史求保罗是一个通达人 他就请巴拿巴和苏罗利 要听神的道 只是术士以内玛 他的名字翻出来就是行法術的意思 他敌对使徒 切法令省长远离信仰 在宣教旅程开始 首先遇上的是阻碍和困难 经文说他们遇上了一个行法術的人 叫巴耶稣 这个人对抗神的道 要人去远离信仰 而路加特别在第八节 是称呼巴耶稣的术士 叫他以内玛 意思就是 他会行一个占卜交轨等邪述 所谓可以预知未来的一些方法 目的就是去迷惑人 要人去离开这个信仰 而我们知道 一切的迷信、占卜、交轨的事情 都是神所征护的 因为这个全部都是出于恶者 即是魔鬼的作为 可能我们看来好像很灵验 但全都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在神的律法书《生命记》十八章十到十二节 是很清楚地说的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 也不可有占卜的、观星象的、行法述的、行邪述的、 施符咒的、招魂的、行无述的、或求问死人的 凡做这些事的都是耶稣所征护的 因这可争的事 如说你的上帝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所以我们凡信靠神的人 我们都要远离这些事物 行邪述通常就是伴随着拜偶像 这些人从古到今都有很多 而我们立志信主的人 我们就要离开这些行为 因为这些是神不容许的事情 而且这些偶像 其实最终都会令你离开上帝 离开这个信仰 甚至离开教会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 差不多每一个行恶的王 搞到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君主 都是因为在拜偶像和迷信、法术这些事情上 他们跌倒了 然后整个国家、民族 就失陷在罪恶当中 是惹动神的怒气 最终是导致国家灭亡 拜偶像、迷信、法术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 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完全和他们断绝关系 我记得以前在香港服侍的时候 跟一些牧者去做服侍 在一间教会里 他们顺住之后 是会要弟兄姊妹 去列出他以往曾经有没有和一些偶像有关联的事情 然后写出来 大家就帮他们祈祷 求神帮助他们斩断过往和这些不结之物的关系 因为圣经也是这样教导我们 过来后书五章十七节 就是要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以往那些可能纏扰着我们 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叛角石 一切的东西都要拿走 然后我们在主里 就做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满有熟天的喜乐 一个新的人 所以我们就要断绝以往过去一切的偶像 一切会纏扰我们的事情 我记得当时牧者是会带领我们 会上门去拆偶像 即是去打碎那些偶像 当然一定要得到他们的家人去同意 要他们下定决心 一切的事情是方能去成就 而在当中我们要找经的教导 就是我们要远离它 因为法术 其实偶像的事情 是跟神的道是敌对的 就好像犹太人的术士 他也是用尽一切的方法去对抗使徒 去敌党福音 更加希望人去离开这个信仰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 并且我们要下定的决心去走出来 任何阻害我们熟灵生命成长的东西 无论它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的东西 我们都要下定决心去拿开去 求主帮助我们 令到我们可以走出来 我们按着圣经去走出来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有好处的 然后我们来看9到12节 使徒最后怎么去做呢? 这里说 素罗又名保罗 被圣灵充满 定征汗他说 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 魔鬼的儿子 一切正义的仇敌 你还不停止扭曲主的正道吗? 现在你看 主的手临到你身上 你会核眼 暂时看不见日光 立刻迷糊和黑暗笼罩着他 他到处摸索 求人拉着手拧他 省长看见 所发生的事就信了 因对主的教导感到惊奇 神是掌权的 这是福音能够不断传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神的道是胜过一切的偶像和法术 保罗在圣灵的帮助之下 他就拆穿了这个术士的假面具 就是说这个术士所传的 其实是属魔鬼的 保罗借着圣灵说话 就是直接指出 他就是魔鬼的儿子 这个就是所有法术和偶像崇拜背后的真相 圣灵以为术士是暂时的核眼 就是看不到东西 这个就是神一个得性的记号 用一个可能不是很完全的比喻 就是邪不能圣证 也是带出 跟随法术和偶像的道路 其实最终就像一个盲眼的人 他们是活在黑暗的当中 以这个也是神的权兵彰显的时候 主图文说各道权兵荣耀都是属于上帝 虽然遇上阻碍 但是圣灵在这里彰显他的权兵 是胜过了黑暗的势力 胜过了这个术士 表现出什么才是真理 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 我们要知道 天上地下只有一位神 偶像和法术 在他面前都是虚无的东西 弟兄姊妹 来到这里我们见得到 就算有清晰的旨意 做神的工作 都不一定是一帆风迅 当中是会有阻拦 甚至有迫害 但是在试图行转当中 让我们看得到 阻拦不单止不能停止福音的传递 这些阻拦反而可以令到我们见得到上帝的权能 令到人看得到神的道是有多么的真实 这个地方的官员 他看到神的大能 他就信了这个福音 保罗和巴拿巴 在这件事情之后 他们就放胆去宣讲神的道 然后就有更多的外邦人信主 当中也有犹太人信了这个福音 所以在试图行转十三章四十七节 这里说 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 我已经纳你作万邦之光 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保罗和巴拿巴就是成为主救恩的管道 把这份从神而来的救恩传到万邦 令到领受的人不再活在黑暗当中 而是得着那个真正的光明 弟兄姊妹 一年是接近过去 新的一年又开始 其实这些时候 正好就是我们好在神面前去祷告 去感恩的时候 也透过祷告我们向神去纳志 祈求神未来一年是使用我们 也看神在未来一年 对我们有什么心意 可能我们就要效法 经文所说 我们找几个知同道合的人 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去效法保罗 效法巴拿巴 效法这个侍奉的团队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个世代里 我们认真运用我们的恩赐 我们去服侍神 继续在这个世代里 为主去作严作光 这是我今天分享的 我们低头的吐谷 亲家主多谢你 你赐下宝贵的圣灵 是引领我们的前路 祝我们今天在使徒行转当中 我们再次见到主你的事工 是如何由开始到兴起 祝求你将今天的经文 成为我们生命里的帮助 也激励我们 让我们愿意去寻求你 愿意多花时间去祷告 愿意多花时间去敬拜你 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个 让我们无论是什么年纪 什么境况 祝我们都愿意委身 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荣耀你 为主你作严作光 祝你继续帮助我们每一个 带领我们每一个 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 得圣之名祈祷 Amen